晚上过后,大家又讨论下魏英入族谱,后大家各自回去休息,不知不觉魏无羡等人来,苍明卫视一个月了,魏英入族谱的大典也到了。 今天苍明山特别地热闹,大人们忙碌着,小孩子追逐打闹着。 老祖宗魏玄策和夫人东方雅婷看着喜气洋洋的苍明,感慨道,我们苍明有多久没这么热闹了。 蓝旺鸡今日穿着的是仙都服饰的大礼服,白色的宽袖长袍,外照一件纱至大衣,内着蓝色中衣。 蓝色的卷云纹加灰图案,淡雅别致,那条魏无羡在熟悉不过的云纹抹额也端端正正地记在额上。 腰间的那个腰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正是当日他就任仙都时魏无羡特意炼制送的那份贺礼。 今日的蓝旺鸡,惊雕玉琢的脸庞越发雅郡,君子的端方雅正已是极致。 浑身上下,一尘不染,一丝不苟,找不到半点不妥贴之处。 也是今日蓝旺鸡见证魏无羡入族谱祭祀大典。 蓝战你看我,今日祭祀大礼,我这身衣服好看不? 说着,魏无羡张开手臂,把身上的衣服展示给蓝旺鸡看。 蓝旺鸡刚才就留意到,今日魏英的这身衣服与平时全然不一样。 平日里,虽然魏英也喜欢穿黑色的衣服,可却不似今日这般正重。 魏英今日的礼衣是一件少见的淡金色,外面这一件黑色金边的剑袖长袍。 胸前和背后用金丝织就四爪藤龙,周围满布繁复的符纹。 他头上也不再是平日里惯常用的那根红色满袖卷云纹的发带。 满头青丝用一枚看不出材质的木质发粘挽起,并边和脑后都披散了一些碎发。 这么一整翅,倒是显得大气端庄,一态万千。 只是这家伙顽皮的笑,全然粉碎了这身隆重的打扮。 好看蓝忘机温和的点头,你穿什么都好看。 魏无羡道,这可是我们卫视独有的礼服,就是繁琐的紧。 魏无羡低头摆弄腰带上的腰风和扣带。 上面挂着一些他恨不得全给扔了,却一个也不敢少的事物,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。 他又不是姑娘,可他不敢擅自做主给扔了,四股股可是打了招呼的,由不得他任性,恩蓝忘机隐隐含笑。 那些事物虽然看起来一个个都很是精致,却并不会折损这套衣服的大气,反而还另有一种韵味在其中。 蓝忘机见魏无羡还在扭扭捏捏地摆弄腰带上的玉扣,干脆自己上前,抬手帮他仔细整理好。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给他整理好衣服,说,还是二哥哥你手巧些。 旁观时他尚未察觉,直到他帮魏英整理衣物才发现,这身衣服何止是礼服这么简单。 礼服上采光光流动,神力丝丝缕缕,隐约有雷动之声,显然是一件高阶法器。 蓝忘机知道魏氏的人很疼爱魏英,却没想到魏英回归魏氏,在魏氏的身份地位这样高,甚至超过了他的几位兄长。 魏氏是真的很疼爱魏英的。 蓝帐我们出去吧,祖父祖母他们都早就在外面候着了,魏无羡拉着蓝忘机的手。 蓝忘机恩,蓝忘机微微汗手。 两人这才携手,缓不下山。 祖辞,魏氏族人用于祭祀天地和积位是历代祖宗的地方,位于高耸入云的山顶,清一色的汉白玉台阶,从山脚一直蔓延到山顶。 其间,灵雾似水如浪,一层层,一波波,绕着灵山缓缓流淌。 魏氏的祖辞能容二三百人的庙堂,供奉着魏氏千年历代族长和有功之人的画像。 祖辞正前方,一个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广场早已是占了满满当当。 只有一个巨大的青铜顶耸立在中间。 除了镇守魔族魔尊的人,闭关的,外出的,其余的魏氏族人早已全部到了。 他们身着魏氏式传统的服装,端正了容颜,再没有嬉笑打闹,也不再左顾右盼,肃然站在属于各自的位置上,静默等候。 阿英,阿湛,二哥魏无痕和三哥魏无爵一起走来。 二哥,三哥魏无线微笑着行了一礼。 二哥,三哥蓝忘机也行了一礼。 二哥三哥,今天辛苦你们了,魏无线和蓝忘机冲着魏无纪和魏无爵深施一礼。 魏无纪是今日的主纪。 主纪可不是那么好当的,除了灵力必须要足够支撑完整场祭祀,还要负责与天地沟通。 主纪的能力直接关系着这场祭祀的成败。 魏无纪是除了魏无爵之外最合适的人选。 顾虑到不久之后,一灵乱葬岗,可能还会有一场祭祀,魏无爵当前往。 魏无纪才主动承担了这一次祭祀大人。 无妨,魏无纪一手托着一个弟弟,微笑着道。 阿英、阿湛,先去见过老祖宗和父亲他们。 魏无爵微笑着道。 为了这次祭祀,所有尚未闭关的老祖宗们都出来了,有了他们坐镇。 阿英这场祭祀必然万无一失。 是,是,蓝忘机和魏无纪欣然领命。 魏无纪见过各位老祖宗。 魏无纪行礼道。 姑苏兰是蓝忘机见过各位前辈。 老祖宗魏玄册,好好好,当中坐着的魏玄册和东方雅婷哈哈笑着,道。 今日是阿英你的大日子,快去准备吧。 我们这些老东西都在这里看着呢。 祖辞左侧的一排座位上坐着十来位魏士的老祖宗。 修仙之人,灵力越高,越是不显年纪。 即便是几百岁的老人,看着也宛若中年人一般。 他们都身着黑色身衣,金丝之旧的仙鹤斩翅欲飞,符文反而少了很多。 老祖宗们都哈哈地笑着,一脸慈祥看着魏无羡和蓝忘机,却不多言语。 这些俗世于他们而言,都已经太过遥远,只要子孙们安乐顺利,他们这些老东西也不会拘泥于什么形式了。 祖母东方雅婷,东方雅婷笑着说,去吧。 别当务及时,魏无羡和蓝忘机又对着长辈们身诗意里,这才倒退着退了下来。 青铜顶内,三只巨大的橙色高香鸟鸟绕绕,那股熟悉清远的幽香萦绕在祖祠的上空。 青铜顶前已经架起了一张贡桌,上面摆放着香烛、贡果、镇檀木、五色令旗、法印、令牌等祭祀用品。 魏无羡,在魏无忌的指挥下到桌案前站顶。 魏无忌不知何时在魏氏礼服外又套了一件性黄色的法衣,戴得魏无羡正伪,便手势一翻一转,手中已经多出了六炷香。 魏无羡慎慎重地双手接过,郑重地高举过头顶。 魏无忌脚踏钢布,嘴里唱着神秘而古老的咒语,手里拿着不同的法器,肃穆神圣。 拜,魏无忌卡着节奏,提示魏无羡道。 魏无羡持香,端正三拜。 魏无爵上前带收了手中的静神香,插入供桌的香炉里。 一阵绵长的咒语后,魏无忌才道, 今有魏氏魏常泽藏色散人之子魏英入祖谱,请祖神准许。 话音刚落,他左手结印,右手中的福禄对着天空击射而去。 煞时间,狂风大作,刚才还缠缠绵绵的灵雾被瞬间扫荡一空, 一股金色的光运缓缓缓从天上照了下来。 跪,魏无爵轻声提示道,魏无羡在魏无爵身前的蒲团上端正地跪了下来。 那道光似世感应到了魏无羡,开始慢慢地移动。 虚余,他就把魏无羡严严实实地笼罩在其中。 魏无羡只觉得这阵光带着一种熟悉的温暖,似是母爱,如水温柔,又似父爱,如山巍蛾。 长阳在这样的怀抱里,他再无恐惧,也无忧伤,只有一种温暖和满足,足足一炷香的时间。 那道金光才缓缓淡去,魏无羡这才睁开了眼。 容纳了数千人的广场,鸦雀无声。 魏是众人见怪不怪,而温若寒和蓝溪尘早就看傻了眼。 这世上果然还真有神迹。 那一道金光即便没有落到他们的头上,可他们也感觉到了那种天地之间的庞大威压。 这种威压不同于他们以前所见过的任何一种,而是一种凌驾于众生之上的,直接威慑生灵神魂的浩然正气。 魏无羡眼见金光简弹,纵身一跃飞入半空,随即双手结印,繁复的手势急速翻转, 灵力激荡处,一朵硕大的七彩莲缓缓浮现在空中。 魏是老祖宗们跟在魏玄侧,东方雅庭的身后,纷纷手中粘纸,磅礴的灵力直奔七彩莲。 广场中的魏是族人在魏无忌的引领下,也纷纷把各自的灵力射向七彩莲。 七彩莲宝熄了众人的信仰之力,这才在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绽放。 一种幽远而古老的气息,随着七彩莲的开放而随之溢出。 只一瞬间,众人就感觉心轻气爽,神魂宁静。 这时,从空中传来熬,呜得一声龙吟,响彻天际,直入酒消。 魏无忌和魏无绝脸色变得更加凝重。 魏无线也紧紧地拉住了身旁的蓝望机。 来了!族谱到了,巨大的空间漩涡从七彩莲的上方缓缓成形,七彩光也越来越亮。 半空中魏氏族谱打开在魏常泽夫妻名字的旁边写上魏英,字无限。 伴随着龙吟之声,一条浑身发着耀眼金光的五爪金龙从空间漩涡中现身出来。 魏氏所有的族人,除了魏无忌外,包括魏无绝、魏氏的那些老祖宗在内,全都跪倒在地。 魏无线,赶快俯身下去。 魏无忌和魏无绝也有些意外。 虽然祖神会借助各种神兽降下祖谱, 可没想到,阿英的入祖谱的事竟然会惊动神龙。 魏无忌和魏无忌。